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本次家宅解读实战营开营仪式的主讲老师 我叫何曼宁 凡是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家人 请在评论区敲131进行签到 大家现在能够看到我的图像 能够听到我的声音吗 如果可以的话 请在评论区敲131进行签到 因为现在口罩的原因 这次的直播开营仪式 我们并没有在 无微学社进行 也就是我们的米堆学堂 并没有在米堆学堂进行直播 而是在我的工作室里面进行直播的 所以大家可能看到这个图案 或者是听到声音 如果要是有一些卡顿 请大家谅解 担心会有一些 能够听到对不对 好的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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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么家宅解读实战营的这个开营仪式呢 我们就正式开始了 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首先会进入第一个板块 课程介绍板块 第二个板块呢 是班规制度 第三个板块是介绍我们家宅课程的学习方法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课程介绍 这个就不用再说了 大家对我已经非常了解了 所以呢 这个家宅解读实战营的内容呢 是继我们投向实战营的课程之后的 又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学术理论体系 同时呢 是基于我们八宅流派的一个理论体系 为大家介绍的是环境的能量 对我们人的影响 那什么是环境能量呢 环境能量就是我们居住的自然环境 它大到山川地脉 小呢 小到我们的一个卧室 小到我们的一个厨房 处处都有 都是在影响着我们的人 比如说我们的行为动作 包括我们的健康 包括我们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等等的 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在影响着我们 好的环境呢 能够对我们有积极正向的引导 而差的环境 对我们有这个差的引导 就跟我们说穷山恶水出凋鸣 是还不是 所以环境的影响 它其实是无处不在的 同时呢 人类是大自然的产物 我们都知道 人是生活在环境当中的 大自然有春夏秋冬四季交替运行 而人呢 他受到的是五孕六气的这个影响 他就会有吉凶俘获 如何去把这个自然环境的这个力量 加以我们运用 去改变目前我们的生活环境 那就需要专业的环境知识来去引导我们了 所以推出了本系列课程 因为我还说到啊 环境造八字 环境 家贼是一个人运势的一个根啊 如果环境好了 就即便你在不好的天年 其实我们也能够顺势而为 所以环境能量呢 它具体分为是两方面 一个是自然环境 一个是人文环境 我们都知道刘伯温他建造北京层北京城区的时候 他选择的是什么 选择了一个自然环境 我们今天不用去考虑一个大风水啊 这个称之为大风水 但是呢 想想看 孟母三千 则林 则梁林而居 那这个选择的是什么呢 选择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的人文环境 就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 那环境 现代社会的这个环境 和古代的这种环境 其实它又千差万别了 为什么 在古代至少说 大家都是住在一个平层上的 而现在呢 我们知道拔地而起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环境 它又分为 比如说阴窄有阴窄的环境 在这个农村建筑 有农村建筑的环境 而我们城市建筑 又有城市建筑的一些主要的特点 再包括我们的一些商场商超 它又有商场商超的一些环境 那这个呢 就得各自各论 所以 有什么样的环境 就会出什么样的人 那这个人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事 他可能就会交什么样的朋友 他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 也都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 我们的家宅体系 它其实不单单讲的是这个 疫经 讲的是疫学的基础 我们可能更多的还要去结合着 比如说 有的人说了 我就把这个风水调好 其他的我不管了 住的不舒服 也没关系 只要风水符合气场格局就好 那这个也是不对的 所以呢 那这个环境 它是集的古代的科学 哲学 美学 伦理学 心理学 包括民俗 乃至整个生态概念 它与一体的一门综合性的学问 他的理论 是博大精深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理论体系支撑下 以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诉求的前提下 推出了这套课程 那这套课程学习起来 我们是不是要制定一个目标啊 这个目标呢 我想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首先要识别家庭的外环境 知道外环境对我们人的影响 并且你会进行优化和调整 你说老师 外环境这个怎么来优化和调整呢 我们这个外环境可以做到在家宅里面进行一个好的调整 你比如说 缺了 我们可以补 或者是有形煞 我们可以挡 如果实在不行 我们可以跑 实在不是 这个呢 是外环境 第二点呢 就是识别家庭内格局 知道影响我们家宅的内格局都包括哪些方面 同时还一定要学会如何去优化调整 那这个就太重要了 因为很多人现在学了很多的这个流派 也请了很多很多的所谓的大师去家里去调整 一个大师过去调整 一个样子最后把家里调整都四不像 有些时候啊 我在去到别人家进行勘语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看风水称之为勘语学啊 这个是在我们前面的课程里面其实为大家介绍过的 那当我们学会了去调整内格局的时候 其实你就明白每一个大师去到你家调整的时候都是按照他的流派来进行 出段语进行优化的那你说老师到底哪个是对的你会发现哪一个都对那时候老师为什么有的人他有这个调完以后马上有效果有的这个大师调完以后不太有效果或者是说基本没有效果这是为什么其实啊我认为无非就是如果调的啊他有效果的是因为整个按照他的理论体系他把您家里面的� 记脉呢给您调的顺畅了记脉流通了所以你居住起来就会比较舒适那这个呢就得需要很多年的这个医学积淀了或者说他看了大量的这种风水案例了他所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 但是呢有一些可能你比如说他这个涉事较浅啊或者是说学了没有几年哎他但是也会调他讲的理论头头是道可是呢 他不知道整个的这个调整的到底应该是如何让这个气脉如何去运行只是在照本宣科去给你进行调整的话很有可能抛弃了我们人文所居住的舒适度来去指谈他所谓的在他的这个理论体系基础上的这个风水 那么将达到的这个结果可能就真的不尽如人意但是绝对不会没有效果啊所以呢在这里要提前跟大家说清楚 就是说如果你认为这个人调的没有结果啊什么都没有改变那是您自己的这个怎么说是您自己的这个感知力是出了一些问题的 按理想你比如说就像我们吃饭一样我们吃的很饱那我们就能解决目前当下的饥饿一下就感觉哎饱了 但是呢你对于吃了一点点食物的这些人你虽然很饿但是你只吃了一点点食物你就会认为哎这个食物可能并没有达到我的满意 但是他其实已经让你吃到一点了只是还没有饱而已啊或者是说吃的吃的达不到你的这个饱腹感的这个程度而已 所以呢那不同的流派以及不同的大师去您家里去调整这个家宅的时候 其实你也可以论这个吃饱了和没吃饱去理解但是他一定不能说你就吃了一点跟没吃一样我就感觉没吃那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就即便说这个他调整了调整了以后我出了问题了出了一些不良的一些气场反应了哎他也算调整了他有效果有结果只是负面的结果 他也不应该没有结果所以如果当一个家宅堪余他出现了一些负面的这个影响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表示庆幸为什么呢 至少在你家宅里面你会发现果真是家宅的问题以至于影响了比如说你家的财运方面事业方面夫妻感情方面孩子学业方面等等各方面的这个信息 于是呢你就知道那既然往负面调整了可能是你比如说这个方向没有量对啊啊再或者说某一个地方是不是放了不该放的东西啊再或者是调整完以后你家里人不知道他突然之间把这个局给破掉了挪了一些这个不该挪的物件了啊等等再或者说没有按时辰没有按这个我们说择即日而动啊如果是没有按照这些方方面去动的话他很有可能适得其反 所以呢这个识别家庭以及调整家庭内外因素以及我们选即日即时去调整这个就至关重要了在我们日后的这个内容里面也会一一为大家讲解到第三个呢就是 有些时候我们是给比如说亲人朋友去看的当我们学会了以后我们去再给别人看的时候你不可能天天去到别人家里有些可能比较远 那我们要学会户型图分析也就是说会画户型图知道户型图的哪一个位置是相对重要的在图里面该如何去标注怎么样去下指南针去去定一个家里面的八个方向了解了这个户型图了解了这个方向我们就能够去判别这个房宅会对房宅主人造成的不同影响了 第四就是合理摆放生活常见的物品那这个就包括你比如说我们的家具再有我们的各类家电 那这个如何合理的摆放我也会把原理告诉大家这样的话就不会说今天何老师只讲了笔记本电脑摆放在哪里 明天你突然出现在一个掌上小小电脑你就不知道了那于是你说老师笔记本电脑和掌上小电脑一个那么大一个这么小那可能我就不会放了 不会啊你只要听的是我的这个义理分析那今后再遇到类似的这个物件的时候你也知道该把它放在什么合适的位置上 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第五点合理运用吉祥物来调整气场很多人说了老师啊这个吉祥物啊让人感觉捉摸不透 而且呢有一些这个吉祥物的这个神兽啊摆在家里有些时候家人这个不太相信 甚至还不敢摆再或者说这个神兽张着嘴巴感觉挺吓人的也不敢摆再或者是说他到底有没有这种气场 其实我实话告诉大家你比如说我经常会在这个我们的家宅课程里面会提到的那个石板符 这个呢是在很早很早几百年以前咱们这个古代啊就是这个一些特别大的一些大庙啊或者是这个大墓里面啊 他在进建筑的时候建筑之前也就是下葬之前他就会把一些符类的就会随葬就葬下去 或者是说呢只提前就会放进去那你想想古人的这个这套理论体系可能远远的要比我们现代人 现在目前我们这种琳琅满目五花瓣门的这个风水流派啊那可能要更加金更加砖一些了 那他们那时候都在用那你想想那我们流传到现在其实大家不用去怀疑 只要去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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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力量他可能你担心他会有一些不良气场不可能的 因为他都是一些化煞用的或者说调整我们整个气场运行的 你外面有煞你不得用一些这个看上去更凶害一点的对吧 你就比如说很多酒店门口他摆放的有大狮子对不对 而且是张着口的但是为什么每一个狮子的这个脖子上都会套一个这个 你比如说红袖球啊或者红丝带啊这到底是为什么 其实不是说为了喜庆一方面啊让大家感觉到喜庆 但其实真实的是因为神兽是必须要拿个红色的来给他进行捆绑起来 就跟有一些人说老师我们家这个门前种了一棵这个槐树 槐树不好再或者是前不种丧后不种柳 但是确实已经有了再或者我们说银杏树啊这个有这个银的这个发音 那如果不好的话到底该如何去调整呢 那我们利用的其实也是一根丝带这样的吉祥物 那你说丝带算不算吉祥物 那在这里只要起到了一些化煞作用的起到了一些优化空间格局作用的 我们把它都称之为吉祥物 让他去记在这个树上啊那他也会起到一定的这个化解的作用 所以呢大家千万千万一定要相信这个吉祥物的这个作用 但是你说如果吉祥物这么好 那么我把我们家每一个方位都摆上这样好不好 说实话真的是不必要 为什么呢 也就是说如果真正的有一些这种形煞类的 我们确实需要用到那这个是坚决少不了 但是呢对于一些你比如说家里面本身这个格局较好 外格局呢又没有遇到一些太多的形煞类的 像这种我建议大家就不要太过的去用到一些这种 你比如说画煞的吉祥物 可能是你们家里的一盆花 再或者是你们家里的一个表 再或者是一副这个符合格局的一幅画 那你说老师什么叫符合格局的话 那就像咱们看头像的那样的方式去挑选画就可以了嘛 对不对 那你会发现把这些物品摆放在合适的位置上 其实它也能够起到优化调整的作用了 所以这个吉祥物 我们把所有能够起到优化调整作用的通称为吉祥物 可能你家的画就不单单是一个这个摆设一件工艺品 它可能更多的还是能够提到加持力量的吉祥物的作用 这个是我们学习的奋斗目标 好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课程大纲 课程能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部分 初级内容呢 我们重点讲的是内部格局 内部格局呢 分为几个板块 第一个板块呢 是导学部分 这个板块说实话 是高级班的 如果你有一些医学基础 我建议你一定要听一下我这三门课程 这三门课程太重要了 千万不要以为说 老师你这里面都没有讲这个家宅的知识 那你这个讲的是风水流派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告诉你 这个重要之中的重要就在于此 因为很多人学了有几年 比如说他学了好几个老师的 他会发现每个老师他讲的都有一些出入 他会打架 那打架怎么办 你该如何去用 在这里我会给大家讲的非常非常清楚 当你知道了风水之间流派 有这么多流派 那我们该如何去认知 如何去加以利用的时候 其实 我的这个导学部分 就已经达到了你学的一个最高境界了 所以我建议每一位家人都要空杯的心态 在地铁上没带耳机 只能来看看老师 好 谢谢 谢谢你回去一定要听啊 一定要听咱们的这个 我们的今天的开音直播 好了 这是我刚才讲到的啊 导学部分 千万不要以为说老师讲了浅 这个是最高级的 因为有很多很多讲风水的老师 他根本不给你讲 这一套理论体系 他不会告诉你 还家居环境的科学原理 他不会告诉你流派的各种认知 他不会告诉你环境的这个优劣 家宅内部 家宅外部 可能绝大部分人之前接触到的 也就仅仅是房屋缺角 或者是哪个地方开门 哪个地方是东西寺宅仅此而已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从我们的这套理论体系当中 你会发现我的内部格局 也就占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诗节课程啊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把导学部分认真真的听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内局形式 如何定方位和看户型图 为什么 因为很多家人不会画户型图 再或者是说 当你找到了房宅的 房宅的东南西北的时候 你可能自己的这个方向感很不明确 你就需要有一张户型图 来给你进行指导 当你边看户型图 编在你自己家里面去找到各个方位的时候 你会发现事半功倍 所以我们每一位家人要学会画户型图 以及在户型图上标注家中的各个位置 以及我们的家具家电的位置 还有呢我们每一个卧室 床的位置 以及我们的柜子的位置 还有孩子学习桌的位置 等等的位置 大家是需要在这个户型图里面 需要标注的 那具体都要标注哪些信息 那这个呢 是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都会一点一点详详细细说给大家听 所以大家会看到 对于零基础的家人 我们也是我们就是从零讲起的 对于一些已经有一些 艺学基础的家人 你会发现我给您补了一堂基础的课 同时慢慢慢慢有浅入深 会有一些您不了解的这个理论在里面 同时对您之前的一些知识碎片化的体系 你会发现会有一个贯穿 也会有一个链接 你马上思维就会开阔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内局形式里面 一个是户型图 还有一个呢 就是怎样判定内部格局 也就是说这个内部格局 到底哪些方面是我们重点要看的 哪些方面是我们这个次要去看的 我们先要看什么 就跟有些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 是因为我在日常的这个咨询过程中 有一些家人就是一开了这个视频 哎呀高兴得不得了 老师我先带你看看这看看那 我停停停停停 我停都让他停不住 我说你听我说 不是你带我是我带着你 所以呢很多家人并不知道 我们在进行勘语的时候 我们重点需要看什么 所以呢在课程的前面几个章节 我会一点一点的先把这个路 先为大家铺好 让大家知道这张网是怎么去网住 我们未来要学习的知识的啊 所以每一位家人都一定把前面几堂打基础的课 以及我们要认真真的去听什么的这个内容 一定要完整的去听一遍 千万不要着急 因为我讲的特别的细啊 特别的细好 期待所成喜欢老师的风格 好的太好了太好了 感恩感恩大家啊感恩大家 好再接着呢我们会为大家介绍 内局八宫定吉凶福祸啊 内局八宫是如何如何去定吉凶福祸的 也就是说你家的座山朝向是哪里 你家的门开在哪里 你的卫生间在哪里 你的厨房 你在你的一间屋子里面 我们刚说了 这个风水是其大无外 其小无内的 那么我们在某一间屋子里面 又把它分成一个九宫阁 那我们是该如何去定 你这个卧室是朝哪开门 是头朝哪里睡觉 是坐在哪里学习 他其实也是有一个人们为三者之间的对应关系的 所以呢 我们把这些体系全部囊录到内局八宫定吉凶福祸里面了 包括我们八宫五行的深刻之化 了解了这个 我们就知道到底在八个方位 你家客厅的这八个方位 你家卧室的这几个方位 到底应该摆放一些什么 或者是悬挂一些什么 对整个家里面的气脉运行会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而不是随便在这里挂个这个 在那里挂个那个 不是这样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今后当买到了一些称心喜欢的一些这个家当以后 我们就知道他到底应该放在这里 用着又书心 而且又符合我们的理论格局 同时呢 通过房屋的流年来为大家去解析 比如说我们家有三套房子 我在好的天年就住在好的房子 如果说差的天年 我们还想去优化 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这个 因为天使地利人和嘛 对吧 天使不好 那我们至少地利让他加分 于是呢 我们就住在一个 未来流年是非常饱满的这样的房子里面 而且呢 在未来的这个流年里面 没有卫生间的这套房子里面 于是你就会发现 至少您过的是顺势而为的 所以房屋流年的解析 也是至关重要的 再有呢 就是房屋缺角的危害 及优化建议 这个呢 分为了两个板块 一个呢 是房屋缺角的这个 因为 一节课讲不完 内容太多了 就为大家分开了 分成了上下集去讲 以及我们的卫生间 对各个方位的影响 还有这个厨房影响 气口影响 门的影响 包括我们的优化建议 调整建议 就全在里面了 所以这个板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 好了 接着呢 就会为大家介绍八大感应气场 那是八大感应气场 那这个会有一个特别简单的记忆方法 什么上二为五 下二天 终变 绝命 这个自古然 像这些口诀 我们不交给大家 说白了 就是这些 这些东西啊 你去记记一百遍 没用 没用 很多人记了半年都记不牢 但是呢 交给大家 在之前 我们认认真真的 如果听完我们的 头像课程的家人 那你一定是最棒的 而且你来听这个 说实话啊 你马上就能把这个理论拽进来 13492786 直接去应对 你就知道哪个方位开门 你应该头朝哪里睡觉 你应该坐在哪里学习 晚一下就全出来了 所以呢 就是给到大家的 不单单是这个知识体系 更多的还会给到大家一些 简单的记忆方法 同时呢 让大家能够真正的学以致用 去落地啊 去考虑人们为三者之间的对应关系 空余时间 已经把头像 及公众号文章讲的九公话了一遍 太棒了啊 就这样子的一种学习态度 那还怕学不会啊 是不是 一定能学会 后面呢 给大家安排了初级小灶 也就是内局我们重点看什么 我们当想去选新房宅的时候 内部格局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以及实操案例分享啊 这个是太重要了 所以呢 如果有感兴趣的家人 有感兴趣的家人 大家可以把自己家的内局户型图 可以画出来以后 交给我们的班主任啊 我们班主任呢 可以搜集一下啊 就这几天之内吧啊 发给发给班主任之后呢 再转交到我们助理老师那里 我会把它做到课件里面 到时候呢 我们每一堂课 如果需要用到一些这个 户型图的时候 没准就用到的是您家的 您听一听 也对您的思路啊 是一个简单的概括 好不好 这个呢 给到大家了一个小小的福利 但是又给我们班主任老师 可能增加了一点点工作的麻烦啊 在这里先提前感恩班主任老师啊 但是呢 也不要搜集太多 因为搜集太多 咱们的这个课程内容可能讲不完 好了 这个呢 是我们的初级 接着看中级 中级重点讲的是外部格局 好了 我们来看外部格局重点讲什么 重点第一个讲的是外局形式 如何判定外局的方位和要素 那也就是说那局我们知道了 外局该如何判定方位呢 这个要素都包括哪一些呢 我们重点看的是什么呢 好 那同时还会给大家讲到 好的外部格局 好的差的外部格局 分别都是什么样的 我们用一正一反 我们就会去挑选外局形式的房宅了 接着呢 会为大家介绍煞的影响 这个煞呀 我们在公开课的时候呢 为大家介绍了一部分 但是是非常的前表 在我们的实际的这个正式课里面呢 我会把这个煞分为远的煞 以及近的煞 同时呢 这个远煞近煞 对这个我们人的影响 都有哪些方面 会分门别类的 为大家做到这个详细规整 同时呢 还会为大家介绍 如何挑选外格局的房宅 以及案例实操和经验分享 那这些其实都是实打实的 为大家在今后买房换房 起到天砖加瓦的作用 都是非常实实在在的内容啊 高级课程的内容 那就是我们前面内容的延伸了龙虎印堂 什么是龙虎印堂 它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哪里 内局龙虎印堂都有哪些 外局龙虎印堂都包括哪些 到底该如何运用 会讲给大家 同时呢 会为大家讲解 动土及方位 我们有些时候啊 是知道 这个如果家里面动土了 没按日子去挪动了 可能真的会马上应凶 所以啊 其实说实话啊 就是我这个前几天 前几天就这个也没有关系啊 我也不怕讲 我家里面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其实也是挑了日子了 你就想想啊 就我这天天已经非常小心了 我也挑了日子 我也选了这个时辰 我把这个我家的这个神坛呢 佛像 把它挪到地下室去了 因为我认为这个地下室 我们把它挪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我把它规划出来了 但是呢 我实话告诉大家啊 这个神坛千万不要去挪到地下室 而且呢 当时这个地下室的这个神坛的供桌呀 因为我们这个定制的一些东西 这个家具还没有到 所以呢 就把它先没有归位 把它放到另外的一个方向了 以为就放几天可能没事 但是呢 就是没有想到出凶这么快 马上就有雪光了 所以我特别特别后悔啊 我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其实说白了 就是很少会有老师 可能会把自己的一些这个真实的感受会讲给大家听 心里真的是挺难过的 但是我觉得无论怎样 既然讲课 把自己最真实的情况讲给大家听 其实这次对我的触动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啊 因为我认为也就几天的事啊 可能不会这么快 但是因为我已经选日子了嘛 而且呢 他本身就挪的就是他旁边的一个位置 只是说没有把他归正位而已 但是 没有想到 所以跟大家分享 我希望每一位家人都能防威杜剑 防威杜剑 真的是 你会后悔的 你真的会后悔的 所以当大家调整的时候 一定要归位 千万不要怀着侥幸的心理 而且当时调 我还放了证悟的 哎呀 想想想想 真的是有一些难过啊 有些难过 好了不说了 反正就是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就是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啊 分享给你们 希望每一位家人都能够 有所感受吧 嗯 再包括就是 我会告诉大家 每一年的 每一年的 这个 动土 你每一年 应该是在哪个方位 开始动土 因为每一年 你想家里肯定都要装修嘛 对吧 那你既然要装修 肯定都要选择一个动土的时间 以及凿墙的一个方向 哪个地方先开始 第一敲 或者是第一 第一钻 对吧 哎 你看看从哪个方向开始 这个呢 我会在这个动土及方位里面 会详细的讲给大家听啊 会详细去讲 好 感恩大家 感恩大家 同时呢 也会给大家去讲解 十二地质的行冲克害破 在流年当中的表现啊 在这里会讲给大家听 同时呢 会有我们的高级小灶 这个高级小灶 我认为是最最最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家里面最常见的物件 也就全部都在里面了啊 各类物品的选择 及摆放药诀 我分成了三堂课 虽然说这三堂课里面呢 我只写了 就是括号里面 只写了什么 供桌呀 钟表 家电 鱼缸等等等等等的吧 但其实呢 我想通过短短的三十分钟到四十分钟 每一堂课程 我希望到时候以最快的语速啊 为大家去讲解更多的家中 这个常见的一些电器和家具 该如何去摆放啊 会会讲给大家听 所以呢 也希望每一位家人都能够更加平安吧 我们不能说要发多大的财 至少平安就好 是吧 嗯 好 也也喜欢 也喜欢每一位家人啊 这么真诚 因为你们真诚 所以我一定要真诚 好了 再有呢 会为大家介绍常见的一些问题和解决方案 同时呢 会告诉大家 如何运用我们的吉祥物啊 来助运 如果家里已经有现成的了 我会告诉你们 如何运用现成的吉祥物来助运 如果没有 该如何挑选啊 会会给大家去讲到 再有呢 就是一些案例史操和经验分享 你会发现 无论初级中级高级 我们都会有这个案例的实操和经验的分享 所以大家不用去担心啊 每一堂课 每一堂课都会给大家实实在在的干活啊 你会发现一定会学有所获的 好了 这个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整套课程体系啊 讲完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上课的时间和方式啊 上课时间呢是每周一到每周四 每天零点更新一节课 你说老师 为什么不是一周五节课呢 两个因素的考虑啊 也感恩这个我们米堆学堂的我们的这个助教老师们 两个因素 一个因素呢 因为现在很多家人还没有学完我们的这个 投像内容 这是第一个 所以呢 担心会给有一些家人 这个太大的压力 又想学好 但是又没有时间 于是就会很着急 越着急就越学不好 所以真的是每一位助教老师 把该想的都已经替大家想到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因为我每天又要咨询 又要录课 然后又要直播 还要去做课件 然后还要还要去这个做直播打译 等等的这个内容 就掺杂起来 那这个米堆学堂老师说 何老师你太辛苦了 我们看看 要不然就是周一到周四 所以呢 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啊 也希望每一位家人能够理解 所以呢 就是对大家也好 对我个人也是也是很好 我也是特别特别感恩啊 感恩我们米堆学堂的这个助教老师们 然后替大家替我去考虑 这样的话呢 每一位人都 每一位这个家人都不会感觉特别的疲惫 这样呢 我们就会在一个轻松的氛围下 我们去学习 同时呢 还是一样 每一个月 我们会有一次到两次的直播打译啊 课程的周期呢 是八周的时间 也就是两个月 这个课程的有效期是两年啊 因为一开始就已经答应过大家了 一共是四十节课程的这个录播课 每堂课程呢 上面写的是二十到三十分钟 说白了 我现在已经录了一些课程了 至少都是三十分钟到四十分钟到五十分钟啊 总之 大家知道我的语速啊 也不会特别的慢 但是我的内容确实是还可以吧 我自认为还可以对得起良心了啊 所以呢 这个三次不定期直播打一 加上我们四十节课程 加上每天我们都有作业 我们会在群里互动啊 会有我的助理会在群里面啊 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问到他们 再或者是除了问题以外的 就是学术问题以外的一些其他内容 就可以找到班级群 去咨询班主任 咨询助教老师 都是可以的 我们这个分工是非常细致的啊 所以呢 就是有什么问题找什么人就对了 同时在群里一定要爱特某个人 你问的什么 你一定要爱特那个人 否则的话内容太多群也太多 可能真的是不太容易能够把 把大家的每一句话都使劲往上找找找找找 别到最后说老师你怎么没有理人啊 那我们的助理老师和助教老师 真的是好冤枉啊 好冤枉 所以呢 建议大家 你们可以在群里面任意的去去互动都没有问题啊 但是呢 这个如果一旦要爱特我们的老师们了 那么尽量要爱特他们某一个人好吗 对每天都有作业啊 我们因为我们这个是 实打实的这个家宅课程 因为是根啊 所以这个根是必须得要有作业的 必须得做啊 必须得做 上课的方式呢 是下载开课吧的APP 同时下载完以后进入到学习中心 在课程类型里面有一个VIP课 如果要是有一些这个年长的这个同学 您可以去这个咨询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去问问他如何下载如何去找到我们的VIP课 在不在群里是我每天录课的时候啊 每天录课的时候每一次更新更新的最后就会有一个对本期内容的一个课程的一个作业啊 这个是课程介绍第二个班归制度 班归制度呢 首先建议大家将这个群的这个名称啊 把群的名称修改成 中破号 学员某某某人 这个我们都要实名制啊 实名制的 同时把本群置顶 为什么呢 为了在学习期间方便我们互动交流 所以呢 请各位同学一定要置顶我们的班级群 同时在群内禁止传播与我们本次学习无关的链接文件 还有广告推销等等内容 这个啊 我们又提醒了一遍了 禁止传播负能量的用语 请文明用语 各位家人啊 一定要记住禁止传播负能量 请问先学家宅再去投降会有影响 不会有任何影响 我建议大家两个可以 如果没实在没有时间 你想学哪个就学哪个 好不好 啊 不会有任何影响 你会发现我这两门内容 它其实都是一脉相承下来的根 不会让你断档的 你不会听得云里雾里的 你听这个 你对家宅也有影响 好的作用 你听家宅 你会发现对你的头像也有好的作用 啊 好 同时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之前出现过有的家人 比如说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 培训机构的 啊 为了说多几个他以前的 他他以后的生员 把咱们群里面的这个很多的同学 都私家了好友 最后造成了这个财产损失的啊 财产损失的 建议大家 禁止 不要去添加别人为好友 别人加了你 你最好也有一些警觉意识啊 一定要有一些警觉意识 怎么没老是通知开营 这个可以去联系一下班主任啊 应该都是 都是通知了的吧 嗯 好 再有啊 有些家人可能不知道该如何进行班级群设置 点击这个右上角有三个点啊 他就会出来一个页面 就是消息免打扰 把他打开啊 成为这个滤状 消息免打扰 为什么 因为群太多了 对不对 群太多了 你这万一天天大晚上的也有家人 他不困 他不睡觉 比如说他叮火望 好了 每天晚上他最他最兴奋 每天晚上都在学习 这12点1点 你这群里也蹦一个蹦一个 他是不是就打搅您啊 对吧 只要让我们的这个群置顶 同时保存到通讯录就可以了啊 把这个消息调整为免打扰 这样的话 既不会错过内容 也不怕被别人干扰啊 好的 第三个板块 就是我们的学习方法了 学习方法呢 是比如说 先来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班主任 他要做的工作 上班时间呢 是周一到周五 虽然说我们的这个课程呢 是周一到周四 每周更新四节 但是班主任上班 是周一到周五 大家记住了 下午的一点半 到晚上的九点半 周六到周日这两天 如果群里没有人能够及时回复您 你也一定要理解 因为可能每个人都有家有口 可能没有看手机 或者没有及时看手机 我希望每一位家人 我们学艺的人 一定要带着这个包容一点的这个心态 你可以发脾气 你可以不开心 但是你不能说所有天下的人都围着我转 如果你在一个小时之内没有回复我 那不行 我得榨群 我得要把整个人全找一遍 这个也没必要 我认为没必要 因为反正我不是这样做的 我是希望每一位家人都能够就是去体恤一下 体恤一下 因为每一位家人 这个我们就即便是班主任 就即便是助理老师 都是有家的人 对吧 那可能都要有一些自己的私生活 那你比如说周六周日没有及时回复的 那你可能周六周日你可以自己同学跟同学之间讨论 等到一些这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周六周日就就尽量就不发到群里了 等到我们周一上班的时候 赶紧把它发到这个群里去 对不对 我们也去替这个班主任和助教老师考虑一下 彼此考虑一下感受 好不好 我在这里先谢过大家了 谢过大家 所以呢 就是如果是没有第一时间回复或者是忙啊 因为很多事情嘛 希望大家相互去理解啊 有问题在群内提问就可以了 有关课程的问题啊 或者说你看刚才说 没有收到通知的家人 那这个呢 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班主任 我们今天虽然说是开营了 有一些家人可能 这个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吧 没有参加 那么我们的班主任老师 把今天的开营仪式 可以把这个链接 发到我们的每一个群里去 有的人想听一下回放的 也可以去听一下 好不好 同时呢 建议大家 也是家宅课程 更是要认真学习 学三遍 第一遍 边听边记笔记 了解我整个课程的架构 对家宅课程 有一个整体的熟悉理解 第二遍是什么呢 带着笔记 边看笔记 这时候就再别记了 看着笔记 再听一遍 你会发现 哇还有好多是自己 当时没有理解的 更深层次的东西 一下就被你发掘出来了 而且呢 能够加深您的记忆 第三遍是什么 你把您家弧行图就摆这了 对照着自己家里的 弧行 来去学习 把您实际的 遇到的问题 融入到这个课程的案例里面去 融入到我们的整个内容里面去 最后做到整个全面掌握 熟练运用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老学员的分方法分享 看到了 是吧 看到通知了 好的 没关系 看到没看到的都不要紧 大家相信 后面都能看 录播 或者是看重播 都没有问题 所以呢 反复 反复听课 至少两到三遍 老师一定会做到 倾囊相授 所有的这方面的知识一定都已经融在了课程里面 我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把课程讲详细 讲得有条理 讲得这个清晰一些 讲得实用一些 我至少会讲到这些 大家呢 那一定不能辜负我们的众望 不能辜负我们的钱 才不是 是不是 而且我们还花了时间 所以呢 一定要把这些滥迹于心 我相信 我相信你听完我的头像 听完我的家宅 这个内容 你一定一定会 记住我 感恩我一辈子的 因为未来你无论听任何老师的课程 你就会发现 我讲的这个基础 真的是给你打下了非常夯实的 夯实的一个地基 一定是这样 而且我还给你搭建了一个思维框架 你知道当下一次再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你该如何思维 所以最难最难改变的 其实就是我们人的思维 所以既要勤奋学习 同时我们又要空碑心态 再有呢 我们千万不要给自己制造压力 要从容一些 所以呢 大家每一个人的这个基础不一样 底子也不一样 同时呢 每个人年龄年龄段也不一样 有的可能都已经六七十岁了 有的家人可能才十几岁二十岁 那既然有的人学得快 能学得慢 千万不要一看 哇群里有的家人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我怎么才这样 不要去比 我只跟我的昨天比就好了 只跟昨天比 这时候大家就一定一定要稳住你自己 只要每天进步一点点 相信不久的将来 你比如说别人学两个月 那我们就学四个月好了 对吧 反正两年呢 你不能说老师啊 两年 那反正有两年呢 我现在不听 我后面再听 不要啊 早学一天 你真的就能早受益一天 也许你就能早损失一天 是不是 嗯 那什么时候开始改变呢 说白了 小改动就可以马上改变 随时都可以变的 你比如说 你看我这里写的啊 比如说扔掉了一个不合适的假花 对吧 这就叫改变 那你比如说再有个改变 马上把家里乱七八糟的东西收拾起来 该放到柜子里 放到柜子里 该把衣服叠起来叠起来 这也叫小改变 大的改变是什么 你比如说 我们扒了重建 再比如说我们挪动床 挪动柜子等等 那这个就相对较大的改变了 再有的就是 比如说我们装修这个也是大的改变 那么一定要择吉日了 这个很关键 啊 这个择吉日呢 我不准备去教给大家择吉日的方法 因为太麻烦 你要去考虑到的因素有很多 这个 建议去联系我们的班主任 到时候呢 去去联系我们的这个助教老师 啊 我的助理老师 我们博弈堂开发出来了一个小程序 啊 择吉日的小程序 到时候大家都可以去 嗯 去这个 去看我们的那个小程序的软件 如果一旦动土 只需要去看看 哎 上面下面都是绿的 它就是全集的 哎 这天就相对来讲会好一些 还有择吉时 哪个时间段是这一天最急的啊 也可以去 也可以去查阅 这个非常非常简单啊 非常简单 也非常实用的 再有呢 就是建议 学完一半课程 在别学完一半课程 一定是学完全部课程 在一起调整啊 家人们啊 这个内格局 你倒可以 比如说 学完我们内格局了 已经到了一半课程了 那你可以调整调整 还是可以的啊 可以简简单单调整一下 但是对于一些 大的改动 建议大家一定要择吉日 好吗 嗯 最后来给大家送几个词 一个就是时到 时就是时间到了 眼到 眼就是我们每天看的这个变数到了 手到 我们记的笔记到了 心到 也就是说我们心里琢磨的这个知识量 储备量到了 学到 也就是我们认真真的学习到了 用到 也就是说当把学习的东西转换成实际的能量 我们用到改变上了 你会发现最终我们不变都不对 不变都不对 所以心有所欺就全力以赴 也就会定有所成 好了 各位家人 我们今天的开营仪式到此结束 家宅课程 我们不见不散 再见 是 不散 不散